各位朋友, 大家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想問一下你們聽不聽到我的聲音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想問一下你們聽不聽到我的聲音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為什麼我 在這個介面完全見不到大家的情況 什麼情況 難道網絡有問題 先看看 Testing Testing 1 2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聽不聽到我的聲音 聽到, 是不是? 很奇怪 不知為何YouTube平台是完全沒有訊號 很奇怪 希望不會做一下做一下就先斷一線 在這裡 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之前就 要令到一眾在美國的朋友 要神早起床去看這個直播 而今晚呢 就令到美加的朋友 再早一個小時起床去看直播 所以真是不好意思 也有很大部分來自香港的朋友 是可能打亂了你吃飯的情況 因為我知道香港人晚餐都是大概7點多8點吃 很少說很早5、6點就吃 所以開這段時間 我相信 第一是打亂了大家吃飯的節奏 或者令到大家未必能夠 出席到直播 但如果你現在是知學看重播的 也很感謝你 願意關心蘇蛇的移居苦娛樂 有朋友也知道現在是在隔離中 就是中了招 也是辛苦的 可能也是要喝多點水 和休息多點 因為永遠都是 在英國也是 雙風感冒也好 你說要看醫生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雙風感冒也是靠你自己的身體的復原能力 有充足的休息 所以我知道有朋友也中了招 都在IG上DM我 我也看到的 希望你能夠OK 慢慢地康復 好嗎? 我好一點沒有? 我想我好了八成至八成半左右 但今天也沒有帶抗 因為還未完全在狀態 怕帶了下去之後 又辛苦了 一邊回餐廳試鏈工作 以及一邊放工回來很難脫 怕眼睛太乾的話又有點難搞 所以今天就戴上眼鏡見大家 有沒有遮蓋一點 外表會比較好 有Susan說現在正在煮飯 甚至有朋友說吃了飯 有朋友說還沒吃 還沒吃都聽 多謝你 多謝你 部分的朋友也吃過飯 第一句說話 大家真的要保重身體 疫情持續地很厲害 聽說 某些地方又會有些新的措施出現 又不知道大家身處的環境會發生什麼變化 所以大家真的要加強地去裝備自己 盡量保持你的作息平衡 盡量爭取時間休息 吃一些健康的食物等等 有朋友說正在乘搭車 一會兒回去看 一會兒回去看 好啊 多謝你 對了 我也很緊 為什麼今天會開早一個小時呢 話說就是昨天經理膽說來 即是餐廳經理膽說來 就說 喂阿DAN 我偽名阿DAN DAN 明天可不可以回早兩個小時 我心想 不行啊 一方面我想爭取多點時間休息 我戴了眼鏡很漂亮 沒問題 下次我戴上面具 不戴面具也戴口罩 我說不行啊 我心底裏想 這些全部都是我心底裏想的事情 不行啊 都要爭取時間休息 第二 如果回早兩個小時 我答應了大家 星期三和大家做直播 便完全兌現不了 不是很理想 但是 又外於我在26日那天 又真的請了病假 在他最忙餐廳熱夜日子 我又真是不好意思拒絕 所以我就要找一個 折衷的辦法 就是 跟經理講 我最多只能回早一個小時 即是一會兒 愛丁堡的時間 我一時就要回到餐廳 然後就工作到晚上 大概十點半左右 我知道當然 如果今天請了病假 整件事就會更加完整 即是我的康復又會更加好 無論是聲音 或者是身體 即是那些骨痛等等 但是 是的 又 可能要拿少少平衡 最後轉移的結果是怎樣呢 就變了犧牲了大家 即是很大部分香港的朋友 可能就未必能夠 戴姜濤面具 是吧 那你一定看了我和太太的周年紀念 那幅相 是吧 是的 我都穿夠衣服 現在暫時有三件 待會出道會穿多件大衣 那你看到 所以今天就提早有一個小時去開直播 亦都令到大家時間上不太方便 那我都可能會覺得 如果我這個直播有五十人出席的話 我已經覺得已經是很好的了 是的 最低限度應該有二十至三十人吧 如果有五十人出席 我就覺得答標了 那我不知現在直播有多少人 我現在都沒有空去看 那但是你能夠來這個直播 我想一方面就是 那個時間提早了 提早了你也來 你是很支持的 那第二就是 我有一百人 可能是 不小心按錯鍵 就是 以為是 看其他東西這樣按了進來 第二就是 這個題目 我今天都未必是講香港樂壇 又或者是講姜濤或者講MIRROR 那你們都 來到這個直播間去 看去支持 一起去談 那我這裏都是很 多謝大家 很多謝大家的出現 是的 給我一個很 很大的安慰 是的 那麼 中了招 在家裡才有空看你直播 這樣 那怎樣 那就是 我 期望你 盡快康復還是怎樣 你康復完之後 你就出街 你去滾街 你又不看我直播了 哈哈 你又說 要去捉高彎 總之你自己保重 Take care 好嗎 Yanis 好 那 在這裏都見到很多 熟悉的面紅 有些朋友 可能都 平時比較少留言 所以 對你不算是很深的認識 但是 都希望能夠 慢慢地 你認識我的同事 我又認識你更加多 對了 Kidy都在這裏 多謝你 你吃過飯了嗎 你吃過飯了嗎 你和老公吃過飯了嗎 今晚是老公住還是你住 對了 那 都 來啦 事不宜遲 好嗎 因為你知道我長氣了 說一下說一下 又不知道說到幾點 遲到就不太好 對吧 雖然說今天主要說的是移民的苦月落 但是這兩三天有關 姜濤的事情 有關MIRROR的事情 都是很多 所以 就算我今天的主題 是說這個移居苦月落 開頭的時候 都容許我輕輕說一說 好嗎 好 對了 我有喝維他命C 我昨晚睡之前 都有特別喝維他命C 多謝你的關心 好 我今天不是預備了很多關心 因為我都未完全康復 第一 第二就是 時間上都未必能夠 預備得到很多關心 但是我講稿就寫了 二三千字 這樣 因為 都是很想每一次分享 都是由內容地跟大家說 有價值的分享 但可能你今天聽完 整個分享就覺得 沒有什麼價值 那就騙了你 一個小時的時間 真是不好意思 我吃飯看直播 希望你家人不會介意 為何吃飯不是對著家人吃 為何對著手機吃 為何對著手機吃 這樣 佩服你的耳性 耐性 耐性 我當是耐性 耐性是對誰 我要佩服我太太的耐性 我這麼難頂他都頂得住我 真是很厲害 真是很厲害 今天講一點周邊的事 先再講我 那個移民的苦月落 好嗎 第一件事 第一張照片就是 12,900位訂閱者 早前不是說 希望聖誕期間 能夠去到12,900位 我也不奢望13,000位 因為你要多一百位訂閱者 真的有點難度 但大家都幫我 去成就了我這個 我的小小的心願 就是去到聖誕期間 有12,900名的朋友 是願意訂閱我這個頻道 但訂閱了可以不看 又或者訂閱了 有通知的時候 也未必一定要來 但今晚直播這個題目 你也來 真是證明你真是支持我的 無論我說什麼題目 你也來聽 我心裡真的很感謝你 什麼方說什麼 米飯班煮晚點飯 今晚可以聽你的直播 哦 是這樣的 那就多謝你的米飯班煮 對了 不需要預備嗎 不需要預備 就這樣談就可以了嗎 是嗎 我也知道 香港有一些新的措施推行 看看有沒有好些 休息過後 個人精神了不少 可能 都會慢慢康復 雙風感冒的事情 其實都會慢慢康復的 但也很感謝蘇太 悉心的資料 在這幾個星期 我都完全沒有 做家務 尤其是洗碗 那些比較厭惡性的工作 我就更加 交給我太太去處理 她也很無怨言 每個成功的YouTuber 背後應該有一個很愛她的女人 應該是這樣 暫時雖然我來說 不算是很成功 但其實在我決定已經成功了 至少我在直播裡 都特地過來聽我 已經覺得 我們已經成功結立了一個關係 所以 就是這樣 首先 感謝大家 成就我12900位訂閱者 一個小小的心願 第二 就是 早兩天 早兩天 又做了一個 民間的 一個 投票 這個民間的投票 當然是樂壇 其他事情 別碰了 別碰了 很危險 所以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我想 本來都是出於自己很個人的 就是覺得我自己都未必能夠入場的投票 雖然制度上其實都是值得相確的 為什麼最喜愛的歌曲不是計 大家現在網上的投票呢 為什麼會收窄到成為一個 小堆子的一個投票呢 那小堆子就是入場的 今年只有沒有一萬名的觀眾 因為你說 如果說認受性 你說 人喜歡的話 應該是越多人去投票 你更加反映到那個真相 否則的話 你只不過是在場的觀眾能夠投票 其他人只是選一些歌手去入閘 然後入到閘之後 就交給在場的觀眾去投票 那就是說 哪些人能夠拿到票的話 就哪些人能夠去做到這個投票的動作 那不是一個最 十全十美的一個 所謂我最喜愛的精神 除非你就定義 就是當時頒獎典禮的一萬名觀眾的最喜愛歌曲 否則的話 其實整件事不太完善 不知道下年會不會嘗試改變 還是有關機構 刻意地營造這個 好像很一票難求 就是令到你加強你的內在動機 要自身在現場 又或者是令到一種的廣告商 贊助商 能夠更加去推倒他們的產品等等 但是 是的 你要問我的話 我又覺得 不算是最完善的樂壇選舉制度 是的 看看你說什麼 煮點中湯喝會很快 平時喝點羅漢果水 對大人小朋友都好 好啊 多謝你 所以我搞了這個民間投票 想不到短短的一兩天之內 都已經有超過1400票的出現了 不如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好嗎 玩安呀玩安呀 Jennifer 你好呀 好 大家就見到like 你有658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在你左上角 你要見到 那個題目 我最喜愛的歌曲民間投票下面 是有1433票的 是嗎 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與這個民間的投票 至於我來說 純粹滿足自己進不到場 但又可以表達一下自己心聲的一件事 但想不到 這麼短短的時間 已經出現了1400多票 而當中又超過 即是接近84% 乘回 1433乘84 即是多少 投票的人 可能都是看開你頻道的人 看開你頻道的人 可能大部份是喜歡姜濤 或者Ian 或者AK 或者MIRROR的人 你這個投票可能 沒有什麼認受性 不太客觀 我承認 我承認 這個並不是為了做一個客觀的佐證 我純粹是一個主觀的心願 就是 雖然進不到場 但我都可以表達一下 對於這首歌的支持 而當中剛才除開 大概有1200名的朋友 都是 可能你能進到場 那1200位朋友 但我相信更加大部份的朋友 像我這樣 是進不到場 但你進不到場 你又 都很希望能夠 去表達一下自己的心聲 又或者是 起碼 投票完之後 自己 舒服一點 所以可能你又會參與到這個投票 但是 的確是 反映到 有很多人喜愛這首歌 我今早起床的時候 都看到有一位朋友 從來沒有出現過 他就留言 留言的時候 就是說 喂 靠答馬嗎 一首 所謂喜愛的歌 是靠人 我還是不要亂讀 我正確實地讀他的文章 他在說什麼呢 他說 哪個粉絲答馬 就是好歌 接著問號 即是在質疑中 就說 不是代表粉絲歌 不是發 我說什麼 不是代表粉絲多 才是叫好歌 這麼難讀的 大家跟著我讀一次 不是代表粉絲多 才算是好歌 對了 Tracy加得來一票 這位朋友就說 不是答馬代表是好歌的 然後再說 上年DMIFRIEND 十大不入 即是怎樣 一個問號 一個感嘆號 真心對香港樂壇有幫助 是歌曲質素 不是流量 這個題目 又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真心對香港樂壇有幫助 是歌曲質素 不是流量 即是說 那個 如何是能夠促進到香港樂壇的發展 即是促進向上 促進樂壇的發展 就是必須要那首歌是有好的質素 對嗎 但不要忘記的就是 如果一首歌是沒有質素的話 那又怎會有流量呢 即是如果 在某個超級市場賣的 新嘟嘟鏟 它是長期銷量冠軍的 那你就會問 嗯 我們 計算那個鏟好不好吃 不只是計算它的銷量 我們都要看那個鏟的質素 但你有沒有想過 銷量背後是說那個購買者 他考慮過這個鏟的質素 是運不運中牌子裡面最好 那所以他就選購這隻鏟 是不是 即是你不會 去到超級市場 看看今天哪些鏟夠酸 看看哪些鏟的樣子夠醜 看看哪些鏟的樣子夠醜 哪個鏟看上去是最乾 那些沒有人買 那我這些 為環保出了奮力 那我就去買那隻鏟 又或者是 平時都吃開又甜又多汁的鏟 都吃到我厭了 不如我就選一顆沒有那麼好吃的鏟 又或者我同情它的銷量不好 某某某某牌子 製造的銷量不好 那我就去買那隻鏟 幫一下它 那我斷猜不會吧 喝一口水 因為你買那顆鏟 你買那顆鏟 是有你的背後的原因 最具體的原因就是它的質量高 它的質素好 那你就買 那不是你買 是多人買 那麽多人買的時候 就造就了一個高的銷量 那你高的銷量 背後就反映著這個鏟的質素 你買車都如是 你不會特地買一架 很殘缺的車 或者很有問題的車 今天做了 因為餐廳叫我回去做一個小時 不好意思 所以這位朋友說 真正對樂壇好的就是質素 你說得對 那這個高銷量的歌 就是代表它有質素 所以結論就是 其實這首歌是對樂壇好 坦白說 其實過去一年 有哪一首歌在你腦裡停得住 有哪一首歌 是在你的腦海裡 在你發夢的時候 你都會記得那首歌 我想十隻手指數得了 是不是 我想我自己可能 五隻手指數得了 五隻手指數得了 那未必是最後那五強 但是作品的話 一定是其中一首 所以能夠留在你腦海裡 就證明那首歌對於你來說 都很深刻的印象 但為何會帶給你 這麼深刻的印象 又或者是為何會令你一聽再聽 而你一聽再聽 當然是促進整個香港樂壇的發展 有哪個作曲人前詞人 或者歌手的歌是沒有人聽 但是樂壇是很健康發展成長 一定不是的 你要令到樂壇蓬勃地發展 一定至少樂迷要聽歌 但我認識來自世界很多各地不同的朋友 都是因為姜濤 因為MIRROR重新接觸香港的流行曲 重新接觸香港的音樂 我想問是否促進香港樂壇的發展 所以很有趣 就是有些事情 不一定要是 這麼片面就去說 那首歌受歡迎不代表質素 未必合理 未必合理 當然 當然 你絕對能夠反映到 譬如Youtube也是這樣 譬如我現在有大約12900位訂閱者 背後一定是反映著 你現在在場的朋友 對於我所說的話 或者我的人生態度 或者我的行事為一 你都覺得跟你很接近 或者你都很認同 你都很拜 所以最後你決定留下 所以今晚這段時間 妨礙你吃飯 你都願意來支持我 是正在反映著一些東西 所以 這個作品的說話的流量 其實的確是正在反映著 很多人喜歡這首歌 而背後就是 因為這首歌 是具有一些 很獨有的東西 所以希望 這位留言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是什麼 我也不應該陰謀論地猜 你是什麼人 都沒有需要這樣做 我們沒有實質證據 但就著你所提出的話 流量不代表質素的東西 我又不太認同 除非 是某些歌 他背後的公司 可能是用很多的金錢 去放在這首歌 可能在YouTube賣廣告方面 又或者是用他的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這首歌更加熱度高 除非你說這樣 你可以說 他多人認識 很多人知道 不代表那首歌是好的 當然是這樣的 但你想想作品的說話 背後有多少力去推 現在推的是什麼人 現在推的是一眾喜歡姜濤的人 一眾喜歡音樂的人 一眾喜歡音樂的人 你說姜濤為奴取亂 即是姜濤為奴取亂 你想想為何香港有這麼多知識分子 包括蘇社 我戒定我為知識分子 包括你們 在場的一眾朋友 都是有學識之事 都是成熟的人 那你們都會對這首歌 有一些很客觀 具有一些的評價 很多專業的評論人 一些學術的人 一些畫家 一些海部設計師等等 很多人都喜歡這件事 有八個字都是送給這位朋友 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 這麼多人喜歡 一定要了解背後發生什麼事 但如果不嘗試去了解背後發生什麼事 只是從結果去說 多人聽 其實未必代表這首歌是有質素的 這個邏輯的因果 關係不夠全面 不夠好 是不是 我戴了一副眼鏡 就馬上變成知識分子 下次我戴上博士帽 有朋友Amy Chan也說 也有兩位中學校長 甚至在她的校長的話 用姜濤的作品 去跟學生 去做一些生命教育的東西 是不是 不過我們今天的主角 暫時不是姜濤 真是不好意思 說了幾分鐘 現在還未到我今天的主題 真是不好意思 但還未到 不好意思 我發覺真的很長氣 也很感謝有一位網友 叫Yan O 他最近也在我的影片留言 也把我上次的直播 很有心地把它截錄了 自己把文字打出來 然後甚至把這段文字 放在我在作品的說話 公司的MV之中 然後我看那段文字 我就想 誰寫的 誰說的 誰說的 說得這麼好 原來是我 原來 我在直播中 說到這麼有意思的說話 首先在這裡 感謝Yan O 第一來幫我截錄了我的廣告 突然間自己覺得自己好像阿里士多德 或者孔孟 有些門生去為自己做一些截錄 不是的 但又讀一讀我上次的說話給大家聽 我上次說什麼呢 就是 獎項是一時 而香港的音樂是一世的 作品得獎 除了代表歌曲得到榮譽 有人喜歡 亦有其價值以及意義 而這首歌曲也都標誌性成為樂壇的紀錄 投票要投自己喜愛的歌曲 是忠於自己的民主精神的體現 以致能夠營造一個健康良性競爭的樂壇 而不是深入有任何計算以及雜執 被瘋的樂壇頒獎勵 最後一段 外媒投票是表達自己重視的價值 而不是只是外在對藝術作品的欣賞以及體現 而是代表認同那首歌的看法 那首歌所擁抱以及重視的價值以及意義 投票可以藉著獎項告訴全港市民、執政者 甚至全世界樂迷所擁抱的價值究竟是什麼 作品的說話對世界有意義 投票是想告訴全世界人 香港人是很重視得獎這首歌的價值的 很感謝這位朋友Yan O為我的直播做了這個戰錄 不是說我讚自己說得好 而我覺得我提及的那一點的確是我一直所相信的 就是大家選擇的一件事是一種的表達 是表達給其他人知道 我們所擁抱 我們所堅持 我們所相信 我們所重視的價值究竟是什麼 先說到這裏 否則說不到今天的題目 都未說到 也恭喜姜濤成為八大進男的第五位 也是非常之厲害 第一位就是這個超人 飾演超人的演員 姜濤到了第五位 在這裡也衷心地恭喜他 但我覺得他落少了他的題目 他除了是歌手舞者演員之外 也是很出色的導演 是嗎 一首孤獨病 一首作品的說話 都體現到他有這方面的導演的能力 Amy Chen不好意思 八點鐘都未入整題 對不起 差不多了 那很有趣 姜濤又有外在美 又有內在美 如果你要想回一些電影 例如Captain America 他講的美國隊長 就是標誌著一個精神 需要一個英雄人物等等 我覺得香港都很適合一個 這樣的年輕人 一個good model 一個good model 去成為很多人 學習的一個對象 至少我相信姜濤裡面 有很多正面的特質 都很值得人去學習的 以及去欣賞和讚美 我們不是盲目摧碰一個人 他做得不對我們一樣會說 但暫時沒有看到他做得不對的事情 永遠都是看到他做得不對的事情 好像早兩天他們和大家說 千萬不要買和牛 不要搞到自己的生活結局 有大家的重視 他的作品和支持 過美好的生活感 其實已經很好了 這就是純粹為大家著想 這種心腸在哪裡找呢 當然很多藝人可能都會是這樣 但你看到他的說話 真的有一個真性在裡面 這件事就很不同了 好,那真的入整題了 好,那入整題之前先一口水 VV先 Lily你好,歡迎你 歡迎你進來 我們剛才三十分鐘都是廣東廣西 講一下姜濤 講一下MIRROR 講一下香港樂壇 講一下叱叉頒獎禮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 今天的題目是 宜居苦樂 宋Sir,你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不好意思 廣東廣西已經遮蓋了 而且始終生活 你也脫離不了自己喜愛的事情 雖然今天的背景是比較凌亂的 你看到右邊有些衣服在旁邊 左邊有些凌亂的 整個背景不同了 因為外面的環境感染了一些 我儘量把玻璃窗截住 可能會面會更光亮 大家可能會看得舒服一些 好了 現在觀眾人數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再一次感謝大家的出現 我們今天終於入正題了 原來宋Sir的風格就是 永遠可以直播 不用看的 你頭那半個小時 你什麼都不要看 你只看後半個小時 因為他另外下半節才會入正題 我有215人 多謝現在網上出現的朋友 關心我生活 關心我在愛丁堡 一個宜居生活的朋友 關心我的朋友 好嗎 今天的燈光 認得你很英俊嗎 對嗎 那我 我永遠都黏著這窗窗 黏著這窗窗 我吃飯睡覺 洗澡都黏著這窗窗 對 說笑而已 好 Frorens 你好 也多謝你加入會員 好 那說到 今天的題目 其實 怎麼來的呢 是不是冬天的 英國 冬天的愛丁堡 突然間令到 蘇石抑鬱呢 吸收少了 這個維他命D之後 人有少少屈滿 都不排除 都不排除 這個的而且確有其原因 好像我昨天回到超級市場 我回到9點 但我想說 8點9 我走到街道上 還是天黑 天都還沒有光 感覺都是幾 一般的 然後 一上班的時候 又天黑了 好比我一會兒 上班的時候還是天亮 但下班十點半的時候 都是很淒清地回來 都是 人都是 見少了陽光 都會有少少屈滿 都不排除 但真正的道火線 是因為 我在這個聖誕節 發了一些訊息給香港的朋友 有些老師的同事 有些親朋戚友 也有一個接任我在中學上教戲劇的老師 因為我在中學上教了十幾年戲劇 之後這位老師就接任 而剛好這位老師也是學校的舊生 我也跟他說 Merry Christmas 你怎樣教學怎樣 辛苦你了 簡單回應之後 他問了一句說話 他就說 怎樣呀 你在英國 你覺得開心不開心呀 在那一刻 正常人來說 你可能會很快地 做一個開心樣子 然後就說 當然開心啦 謝謝你關心 但是那一刻 我突然之間 就是 不懂得怎樣回應 就是 因為那一句說話 就真的問 你快樂嘛 我就想 我快樂 我快不快樂呢 我來到英國這四個月的時間 這四個月的日子 我快不快樂呢 於是我就 沒有立刻去回覆他這個WhatsApp 我反而是真的停下來 反而好像在回顧 這四個月究竟 我過得快不快樂呢 又或者這樣 問我快不快樂 我不知道你現在快不快樂 現在正在看直播的 我不知道你快不快樂 而你快樂或者不快樂的原因 又是基於什麼呢 可能會基於一些愛在的環境 可能是一些不幸的事情發生 當然會令你不快樂 或者你老公突然跟你說 老婆 今晚我煮飯 我洗碗 所有家務都我做了 可能你會很快樂 或者是你老公突然說 鬆姐 一個姜濤Fan Cup 一個紀念品給你 老婆 你又乾脆很快樂 但是 如何衡量 我快不快樂呢 於是就 在想 都是時候要停一停 想一想 把自己幾個人 慢下來 去想一想 回顧這四個月 其實我快不快樂 我想完之後 又組織了一些想法 於是就希望透過這次的直播 我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幾個月 蘇蛇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開不開心 好嗎 Lily 你好 Lily 你不用特別續會 每個月 如果你不中斷會員頻道的資格 就會自動用每個月的月費去續會 不過也很感謝你 經常願意支持我的頻道 好嗎 看看你們快不快樂 班長說 怎會不快樂 因為你說我喜歡的東西 Tracy說 我快樂 因為我自由 Vicky說 快樂 我不快樂 Sara說 因為整天困住自己 我明白 蘇蛇每天提姜 我更快樂 Amy就說 快樂其實很簡單 Bendy Wu就說 不快樂 有朋友都有一些表達 我不知道其他網上沒有表達的朋友 過得快不快樂 但我心裡當然祝願你能夠過得快樂 這件事是很重要 Tina也比較為心 快樂是由心做的 我記得中學的時候讀過一篇文章 就是梁啟超先生所說的 他說 苦樂不在乎客觀的事 只在乎主觀的心 就是說不是看整個環境的信譯 是導致你開心不開心 而是你心裡有一種抗疫力 能夠去處理到 去調適到 你現在所處環境的一些信譯 即是中學的時候都學過這個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課書 還是那些書已經扔回給老師 會不會工作影響心情 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Kidy就說 快樂是要找的 沉歡作樂 我們一起去 一定是貶易的 其實心目之中都很容易哄到自己開心 但是繼續 不然我就趕不及了 我剩下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我就要結束了 說真的 來了愛丁堡 都接近四個月 你問我這個地方正不正 我都會覺得是很正的 我現在沒辦法讓你看到外面的草地 但我一來到的時候就覺得 那個空間感真的是很正 還有那種的 怎麼說呢 它是融合著這個綠化 還有這個古典的藝術建築 一個比較維多利亞式的設計風格 還有很多的城堡 很多很大自然蘇格蘭的美景 都是美不勝修的 整件事都是覺得 充滿藝術與自然美的一個 很有活力的一個城市 當然再加上那個空氣也都非常清新 人都很友善 都跟大家說過 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都有個婆婆走過來關心我 那一刻都是覺得很溫暖的 你會不會在你身處的地方 就突然間走過來的人 走過來跟你聊天 去關心你不容易 可能又戴著口罩又成 又或者是 你什麼人 你無緣無故走過來 非奸即到 但是 去到這裡 有個感覺是 都幾不同 加上小朋友 他的學習壓力真的小了很多 雖然這樣說 有些朋友都說 其實你都不用離開 香港其實都是看你的小朋友 你怎樣對小朋友 你都一樣可以 給他一個沒有學習壓力的生活格 很不努力的生活格 你都可以讓他去 放學之後 就去公園玩 等等 都可以是這樣的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但奈何地 就是去到公開市的時候 就有同一把尺 去到一個工作環境裡面 大家可能就會稱 你是哪間學校出來 你讀的是什麼學科 你的母校是什麼 你的所謂 大學讀的學位 是不是有個專業性 大家可能就會有一個 比較競爭性的情況出現 而在這個 一個標準下 是很難不去 為子女去努力裝備的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看一下Cardy說什麼 我猜你最喜歡都是教書和演戲 如果能夠有這個機會 我會讓你重新開始 應該會開心 是的 也是我今天想說的 看看Jennifer說什麼 Not too easy for you to stay positive as your wife and two sons are giving you their fullness support always 是的 也是 為什麼選擇愛丁寶 我真的是很 怎麼說 是很經過一個 客觀神重考慮的一個原因 來的 我選擇愛丁寶 原因是因為 我當年演了學院 最後那年的畢業演出 就是來到愛丁寶 參與一個藝術節的表演 也是因為這樣 我接觸了這個地方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 我就飛去倫敦 飛去巴黎 就發現倫敦自己不太喜歡 第一 人太多 第二 就是沒有愛丁寶的地方 那麼閒色 還有那些人 那麼朴實 那麼真 那麼真 所以不太喜歡倫敦這個地方 但是工作機會 可能倫敦多一點 也沒有 看公眾 華爾看公眾 但是 所以我是沒有 華爾移居之前 就是看完 英格蘭有什麼地方 清光不同方面 然後蘇格蘭有什麼地方 清光不同方面 我是完全沒有做這個資料搜集的 我太太也是跟得夫人來的 她也是 純粹 我說這個地方好像不錯 她又不知道原來我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只不過我去過 所以如果 我當時演藝學院 我是畢業旅行 是去了英國 當是利物浦也好 或者是曼徹斯特也好 可能我就現在置身在曼徹斯特 或者是利物浦 真的不知道 是的 但是我又真的很喜歡 每年七、八月的愛丁寶的藝術節 亦都是 和我現在所說的 宜居庫娛樂 即是現實與理想的落差 又是其中的內容 看看Coy說什麼 蘇柴加油 我都來了英國一年半 但我由始始終都非常開心快樂 壓力不大 人有善 更加容易找回生活的意義 是的 英國冬天比較難熬 尤其你住在北面更加深 熬過冬天就會開心很多 這樣 謝謝你 謝謝你 Coy謝謝你 所以呢 小朋友讀書是很輕鬆的 放學又可以和鄰居 在花園玩幾三個小時才回來 兒子也有參加課學活動 但香港的課活動就是比較 怎樣說 嗯 即是比較專業化一點 譬如當我大兒子 他喜歡玩劍擊的 從小到大 他都喜歡打打打打打打打 他在香港上一堂劍擊班 大約三百元左右 是小組售貨 即是四至八個人不等 老師就指導這四至八個 一個月你想像下都要1200元左右 但在愛丁寶 250至300元港幣 已經是任你玩的 你喜歡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但當然指導就沒有那麼仔細 可能就是給你一個場理 走開走埋 令到有一個平台給你在裏面 自己去練習去玩 那所以 在這方面來說 他又可以繼續延續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是好的 小兒子就喜歡踢球 所以給我感覺就是 不像以前在香港 一放學就 十九萬個功課 即是做到 晚上九點幾十點 然後才說我們準備密書 原來的密書不是說明天的 是說可能是下個星期的 但是範圍之廣 即是那些字的心 是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父母也有很多的投入和付出 以至到那個張力和衝突也可能會增加多了 可能有些家庭是處理到的 但可能我能力低 我處理不到 所以在學習方面 我覺得兩個小兒子 在這裏的學習壓力 是真的少了很多 又或者這樣說 是沒有什麼家課底下 他的學習生活 他是喜歡上學 但他又可以學到東西 之前也和大家說過 去到我小兒子那些 即是家長日那些 看回他在學校裏做的 那些工作 都是有質素的 都是學到東西 但是 那個難點是什麼 今天就是想和大家說 分享我自己的生活中來到愛丁堡三個難點 我移居來愛丁堡之前 我有三個理想 那理想一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探索多些愛丁堡的藝術之味 那當然是很期盼自己在每年的七八月 去藝術節裏面看不同的演出 又或者是可以參與到一些藝術的創作 又或者是能夠欣賞多些藝術的演出 這個是我的理想之一 那理想之二是什麼呢 就是來到愛丁堡希望能夠 作息更加得意 生活更加平衡 能夠多些時間去陪家人 那這個是我第二點的理想 那第三點理想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發揮自己所長 發揮自己一技之長 那我想自己所謂一技之長 可能就是在戲劇方面 在藝術方面 希望能夠藉著戲劇或者藝術 在工作上能夠找到一些更加大的滿足感 我來之前是有這三大的理想化的期望 但是經歷了四個月之後 就是回憶回這幾個月 除了頭六十日的適應日子之外 去到的第六十一日開始真的上班了 現在我接近了兩個月的工作 陪家人真的少了很多 每個星期基本上只有三晚的時間 能夠和家人一起吃晚餐 對比在香港 我基本上在香港每一晚都能夠和家人吃晚餐 我星期六日的日子 能夠和小朋友去學校活動 或者帶他們去西貢 或者帶他們去元朗 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來到愛丁堡 陪伴他們的時間反而少了 一起的時間反而相對的時間更少了 心底就會不停地問 是否值得呢 我是否真的快樂呢 如果我的理想 陪家人來到愛丁堡之後能夠陪多些 但反而原來 翻了班之後 反而賠少了很多 這方面真的會令我質疑 我是否真的過得快樂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 過來之前已經處理這個教師的認證問題 可惜不成功 因為我大學是讀戲劇 雖然我教了17年戲劇 但是我的教師訓練是通識 所以在蘇格蘭有關的教育當局 他就衡量過覺得這兩件事不合適 所以他為了去保護自己的教育體系 維持一定的質素 他就不批准我的教師申請 即教師牌的申請 那一刻我發覺暫時 我未必能夠進入教師的行列 無論是中學或是小學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有甚麼都做 兩個月後我就很慶幸 能夠找到超級市場助理 以及餐廳事業的工作 工作了兩個月 我就發覺工時很長 工時對於我香港的教學來說是長的 雖然我平日要教學 但我都會有空堂的時間 而且體力的要求也很高 在超級市場特別感受心的就是 每一天隔著一個落地玻璃 看著外面的街道 由天亮到天黑 然後市場的時鐘一秒一秒去轉 有時坐著收銀的時候 都會懷疑人生 都會在想我現在做甚麼 我自己喜歡創意和藝術 我現在做的兩份工種和自己的能力 會不會有未配合之處 如果再想回 接下來的二十年都是這樣 我甘不甘心呢 而在工作上我找不到滿足感 那我個人又快不快樂呢 這個也導致我去想 我快不快樂的第二個很強的因素 第三 就是移居了四個月 我每一天都很掛念香港的人和事 我經常都看香港的新聞 看網上的影片 致電給我媽媽 Facetime 留意香港樂壇的發展 很掛念香港的同事、朋友、親人 說真的 我的心仍然是 心繫著香港 我未離開過 每一晚 當我下班去 走著那個很冰天雪地的路回來的時候 又黑又凍的感覺 其實來得更加難受 又會再問 我是否真的覺得快樂呢 最後當然是人工大不如前 但是這一點 純粹是從一個金錢的角度 你會想好像很市貴 但是這又的而且是一個很實際的 生活層面的考慮 例如我在香港用電 我不會計算的 我沖熱水、涼 我沖三、四個字都可以 但是在這裏 很多東西都要走著走著 你會想 我沖多10分鐘 可能我在餐廳又要多20分鐘 你就會不停地有些所謂經濟的壓力 總括來說 就著剛才說的那三個向導 我就真的不可以笑著跟大家說 我這幾個月過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快樂 因為這樣又是自欺欺人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雖然我說我的頻道是要散發正能量 但也不能夠將一個人的真實情感去壓抑 我不能夠只做一個報喜不報憂的YouTuber 因為有一天那個壓力的氣球會爆 你就看到我在頻道從此消失了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藉著這個所謂反思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路歷程等等 我也很害怕會不會多一根稻草 會不會把這個已經肩膀上很重的一個駱駝 會壓垮 會拖垮 你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起床 我突然覺金時而作非 然後就重新想起 不如回香港吧 不如回香港工作和生活吧 我相信我任職的學校是絕對歡迎我的 因為我過去十七年都很尊重職守 這樣也很好 我也可以重新做蘇Sir 而不是現在蘇社 但什麼原因令我繼續堅持呢 什麼原因令我去到這四個月 都仍然還未說要放棄呢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爸爸 說我爸爸就是他打雨衛生 他早年就由內地來到香港 他手上什麼都沒有 就是由擅長的打雨 最後就轉型為這個織布廠的工人 然後就做地盤 甚至做一個很危險的地盤工作 叫做手滑沉箱 就是在一個勞力以及危險之中 很努力地去養活我們一家 如果當日問我爸爸 會否掛念家鄉的人和事 我相信他一定會 掛念家鄉打雨的時候 那種海上生活 一定會 但是什麼原因導致我爸爸 繼續堅持在一個新的地方工作 以及生活呢 相信他會說是為了下一代 我想爸爸的心目中 有的就是子女的成長 而自己工作上 是不是感到有滿足感 又或者對家鄉 是不是充滿著一個掛念 自己工作上 是不是真的安全 這些考慮 站在子女的生活 以及成長面前 前面那幾個思考的 規則已經排到哪裏 我和爸爸人生之中的四個畫面 最深刻的 第一個就是我小時候 我爸爸踩著單車 石油器的單車 我就坐在後面 抱著他腰的一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就是 有一年我申請不到關門 他拿著四萬多的現金 去到交學費 即是那個畫面 四萬多元 如果他在地盤裏面 要做多少危險的工作 才能夠支持我去攻讀藝術呢 第三就是我結婚的時候 他在教堂裏面簽字 第四個畫面就是 他最後患有癌症的時候 十號風球 山足的逆日 我開著一輛車 經過蟲蟲的障礙 在馬路上的樹都塌了 然後跨越蟲蟲的障礙 然後送到北區醫院去覆塵 是我爸爸成就了這隻的我 而我也要用自己的生命去繼續成就下一代 下一代會怎樣選擇呢 他們學成之後會不會回香港 或者會不會去其他地方發展 沒有人知道 我絕對會給他們一個自由權 他們自己選擇 這個完全是一個自由意志的選擇 所以去滑流當然是他們自己去選擇 所以如果你問我你快樂嗎 我可以說這幾個月我不算很快樂 但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對我來說 我想快樂不是人生在世的一個絕對標準 有很多人做的事都是很有意義的 但他過程不一定快樂 或者他現在的光景未必是可以很風光 或者是很顏色很舒服 也都有人會做很多事令自己快樂 但當中不一定有意義 我想重點就是嘗試平衡 就是一方面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也都嘗試令到自己能夠多些快樂 而我相信我現在做的事就是 就是拍片 一直去做直播 一直跟大家去拍片 都是盡量令到自己 能夠擴闊自己的快樂點 你們每一位其實每一次的出現 每一次的留言 都是帶給我一個很大的快樂 因為老實說 現在除了家人之外 我見得最多 我最重視的就是網上的你們每一位 不是因為你是客人 不是因為你看我的廣告 或者課金 或者去家務頻道 我才這樣說 而是因為你們願意跟我這個平凡人做朋友 你願意跟我交心 你用不同方法去支持我 令我覺得被重視被關懷 這件事是金錢遠遠都賣不到的 簡單來說就是 在這個新環境裡 有人願意跟我同行 令我覺得很滿足 和很感動 令我很快樂 遠在十萬九千里之外 你也會對我加以關心 是令我的確很感動 所以我心裡只有四個字 除了感恩 仍然是感恩 所以你問我快不快樂 我想 我不能夠很開心地跟你說 我這幾月過得很快樂 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 我做到一些很有意義的事 我嘗試 去走近我爸爸 前人的腳步 嘗試帶一個新的學習環境給我的小朋友 給他們的思想向度 能夠有更加的遼闊 對 對 香港好不好呢 當然是好 對 但可惜我不夠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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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適應不了 對 所以我祝願 我的小朋友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都很祝願 大家 在生活之中能夠 過得更加有意義 也都找到你開心的地方 能夠找到你開心之處 這樣一件事很重要 是的 是的 也都 很難說 今天不只是提提的事 可能兩個月之後 突然間可以找到工作上的滿足感 或者是 有些新的改變都未定 但我在這裡 真的很充心地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真的很充心地 多謝大家一直的陪伴和同行 是的 我會繼續努力 我會繼續去 學習我爸爸的部分 嘗試適應這個新的環境 嘗試繼續努力去工作 是的 大家都要保重 在自己各自的環境裏面 繼續努力地生活 繼續加油 繼續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當然有情緒不開心的地方 當然要找人去分享 像我現在和大家分享一樣 你說開心不開心 有開心又不開心 可能人生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人生 所以 可以的 暫時來說 多謝大家這一小小的陪伴 我又要再上班了 是的 我們有機會再見 如無意外 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再和大家做直播 好嗎 那大家一定要加油加油 好嗎 好 那我 是的 那我真的要懂事 那你有什麼事 你留言給我 或者你IG DM我 等等 也祝福大家 是的 我會為大家繼續守望 繼續祈禱 好 大家保重 大家加油 會好努力生活的 是的 繼續努力努力 加油 好 再見各位朋友 有機會再見 這邊 看到我的手 有機會再見 好 拜拜 33分 走快兩步回餐廳 好 拜拜 拜拜 保重啊 保重啊 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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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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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